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就与陈博和大家一起讲一下生化核武器里面的东西 其实就一集都说不完的 所以其实这个都明显是一个series来的 所以这个series如果大家都是喜欢听的话记得在最后的时候讲回加一给我们听 陈博还有很多这些生化核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当然首先指定动作大家记得首先免费订阅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相知的频道 记得帮忙按钟键和按赞 这个是很重要的 陈博你好 你好 Larry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新闻给大家知道 就来自美国那边的 美国那边原来一直都在销毁他们旁大的化学武器库 真的想都没想过原来呢 只是要销毁这些什么化武器呢 用了几十年的光阴才能销毁了 终于在上个星期五就销毁了最后一批 销毁最后一批呢 就是他们那个科罗拉多州呢 其中一个化学的仓库里面呢 就是销毁的 其实都很大阵仗的 包括要动用到很多的保安的设施啦 只是那个仓库 我们说的那个仓库呢 就很多很高的 高到上天那样的铁丝网呢 有很多的安保的看着的 然后很多机械臂 拆除这些化武器 那主要呢 你看到一瓶瓶啊 就是这些东西呢 好像炮弹那样一瓶瓶 里面塞住这些戒指气的塞装 那之后呢 那些机械人就要呢 就刺穿它啦 那麽呢 就放了那些戒指气製出来 接着呢 就还要呢 去把它清洗啦 再焗干它啦 那用成呢 一千五百度华氏焗干 这样confirm呢 所有东西都蒸发了 没了 煮掉了 干干净的金属 那出发来之后 然后就再进行处理的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那些环保的条例那些呢 那一定呢 所有要做到干干净的啊 静净净的啊 要不然呢 你只不过是弄了另一次的化武 去读自己国盟而已 这件事 那Anyway呢 都见到呢 这些化武呢 那个的财减呢 其实都 美国啊 或者西方国家呢 都很积极的可以做 那还有呢 用了几十年时间 大家就能够想得到呢 那呢 当年呢 美国陆军是究竟呢 去储存呢 这些化武呢 那个规模是有多么惊人呢 就是要搞到呢 今时今日呢 整整七十年了 是吧 港仔戒指气到 竟然现在才清晰呢 那你想一下 还有其他呢 就是那些 其他国家呢 有些呢 还在储存着呢 那作法学武器呢 你就能够想到 吧 其实 questão 就是 这个化学武器呢 呢 就真的有它的魅力了的 啊 !",哦 chaîne hearing tonight 真的在說六位數、七位數字這麼驚人 所以今天也要有陳博士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些故事 陳博士,是不是真的這麼吸引呢? 我們說到這些化學武器 對當時首次使用的人類來說 是真的相當之驚人的 那是要講講故事的 美軍當然由今次去銷毀最後一批戒指器 這個新聞我們就當是回顧一些這個化學武器的一部份歷史 那儘管我們就由戒指器 和一個和它差不多一起被考慮實際運用在戰場上面的陸器 我們可以講一些這樣的歷史 但是我由戒指器的處理那裡去開始 因為我們一定要了解它的特性 如果大家看回由第一次世界大戰 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 陸器和戒指器 就其中兩類經常地在戰場上面出現的了 那你看回那個歷史 我們就會定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5年的4月 當時德軍和其他聯軍在比利時戰場 伊普爾的地帶作戰的時候 就第一次看到德軍是使用這個化學武器的 那當時的場面都挺嚇人的 德軍一下子放了160噸的陸器 其實也都是其他大大小小的戰場 也有用戒指器 那這些這樣的無論陸器好戒指器好呢 濃度高的時候你看到它是有顏色的一個雲 這樣飄過來的 那對於當時在戰場上面 還沒見識過這些這樣的現象的軍人呢? 尤其是很多是英軍啊 法軍啊 加拿大軍隊啊 那些這樣呢 就是當時守在那個比利時戰場上面呢? 它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一塊雲飄過來之後呢? 就是很嚼眼 如果陸器的話聞到那股氣 你大約想像到好像一些泳池水的那種 那種這樣的氣氣去飄過來 但是當濃度高的時候 你就會熟了 你就會覺得有一股很濃很臭的漂白水味 開始令到你呼吸困難 甚至乎你咳到咳到不停 不單止只是呼吸系統那裡有問題 就是你那些醃眼啊 就是凡是會有那個黏膜的地方 開始覺得有一種灼傷的感覺 這樣就越來越嚴重 如果說到戒指氣呢? 也都是了 就是你經歷過在那個呼吸裡進去的時候 甚至戒指氣你皮膚碰到呢 都會有一個很嚴重的 一種好像灼傷的反應 戒指氣自己本身呢 也都有一種很獨特的氣味 它有一種好像蒜頭混戒辣的那種這樣的味 就是輕輕的時候就是這樣 但是這種氣味一直持續地 就是越吸越多 濃度越來越高呢 基本上也是令到你呼吸困難 皮膚開始 灼傷會難 那美軍這次銷毀的那個戒指氣呢 其中是一種 就是叫做惡名超注的一種化霧 自從德軍去有了這種化霧之後 當時也沒有什麼的條約去禁止這些使用 所以在軍備競賽裡面大家都在那裡鬥生產 所以大家都有個儲備在那裡 就是變成在二戰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紀錄的 在這個亞洲戰場 日本人有對中國軍隊使用戒指氣 有幾場戰役甚至乎是紀錄得很清楚的 你看常德匯戰 這個日軍就是幾乎用戒指氣 就將整個如晴萬的軍隊 就是將它殺死了很多人 那如果說回歐洲戰場裡面 就是那個伊普爾戰役 用到的陸氣好、戒指氣好 是一下子令到那個防線出現了幾公里的缺口 那你想像一下那個防線那幾公里 而當時很流行都還是很集中地 人員大規模地在那個戰壕裡面 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氣體去飄過 死的人是可以很多的 而且為什麼用到這些氣體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考慮到為什麼這麼好處呢 那戒指氣就可以沉底的 所以他懂得去到戰壕那裡 捐到戰壕那裡沉底 沉在戰壕那裡 所以當時去發明這一種化學氣體的武器 其實就是一種想得很清楚怎樣殺人的方法 所以你要看到後來大家看到那個威力 那個威嚇的程度 大家會去生產去儲存這些這樣的武器 而又不受管制的時候 那個影響是基本上去到二十世紀末 你都會看到的 你去到波斯灣戰爭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一九九幾年 都是說要擔心伊拉克的軍隊 是會用到這些戒指氣 那甚至乎你間歇性地 你看一下那些新聞 有時候在那些譬如說 就算華文媒體 你看中國的農民突然之間在那個田裡 挖到幾個古怪的東西 他不知道原來是戒指氣 原來就是抗戰時代 他日本人在中國戰場留下的 這些戒指氣的罐 間不中又會聽到幾宗 就是又殺傷了人 所以整個那個化學武器 尤其是集中講在陸戲和戒指氣 這兩個故事裡面 你會看到就是他由整個 開始發明運用 到真的在戰場上面殺了很多人 到後來發覺不行了 真的要管制 到現在最後要清理 這段故事原來 不經不覺是超過一百年的故事 其實就 這就交給Larry 我們接下來說 就是向哪個方向問問題好呢? 好 我也在想 你等等我先停下來 我們說什麼呢? 我們說了 剛才說了伊普爾 有什麼戰禮呢? 我們看到其實它不只是一二戰 其實是否兩伊戰爭也有用過這九月呢? 或者這樣 兩伊戰爭可以這樣問 或者我們還沒有 有幾件事情要說的 我們其實究竟是怎樣去處理它呢? 還有就是說 用的時候 或者你反過來問 就是 用的時候 就是要怎樣用呢? 如果你問這個問題 就說一些哈佛故事 你意思是用的時候 就是可能要怎樣去 混合出來稀釋 然後去用呢? 是的 不如就由那個怎樣用 開始講起 好 好 準備 3 2 1 陳博不如我們說一下 始終毒氣 都是在戰場上使用的 他在戰場上 第一次運用 去使用的時候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他照計又不是純粹 就是我們覺得 就是他一罐罐的氣 就拿出來噴 這麼簡單的 還有有沒有一些搞笑 我猜 總有搞笑的事情吧? 這些戰場 經常都有些哈佛的事情 有沒有一些 都幾搞笑的事情 出現過? 如果用得那個毒氣體 你就不是說 就是直接一個壓縮氣罐 那樣好像殺蟲水 那樣噴出來的 那你要方便運送和儲存呢? 很多時候就是 它以一種融劑的形式 它在一個液態形式 放在一個罐那裡用 那譬如說是戒指器 那樣 那它就那個戒指器 你首先將它融化了 在那個鐵罐裡 到要用的時候 才將它煲起來 然後呢 才將它噴出來 噴出來用 噴的時候呢 這個又很有趣了 你噴得氣體 任何東西都是的 你在上風位下風位 是很重要的 那 簡直就是在伊普爾戰役的時候 都出現過好幾次這樣的場面 錄氣好 戒指氣好 開了出來噴 想著呢 它可以呢 吃著那個風勢 那樣去 就是吹去敵方的陣地 但是呢 你知道的了 尤其是比較靠近地面上面 那些風向的東西 說變就變的 那試過有個場面記錄了 就挺有趣的 就是說呢 在其中一次 德軍去運用那個化學氣體的時候 中間那些有顏色的那些毒氣雲呢 就撐住了在大家的戰壕的中間位那裡 就不頂不掉 就不知吹去哪裡 開頭想著乖乖的就飄去對面 就是德軍對面的陣地那裡 怎知道撐住不動 那其實呢 就是出現的情況很搞笑 就是大家都在那裡等了 通常你一定就是 等那個有毒氣體吹過敵人的陣地 接著就逮捕他們一輪之後呢 接著你就再衝鋒 基本上沒有人擋你了 那當然你自己的人 就戴上了面罩啊 那接著就可以去衝鋒 撐住在中間的時候怎麼辦呢 大家就看到 喂 你飄過來 我是不是應該用一把口 來幫你吹回去轉頭呢 這樣 整個雲在中間撐住的時候 出現的情況就是 大家不敢衝鋒 所以突然之間在一個 大家準備 準備衝鋒 準備打大仗的戰號裡面 正正因為出了一個這麼毒的氣體 大家都完全是不能輕舉妄動 就變成了一個 突然之間一個優戰區 那當然了 就是最後怎麼解決呢 都是靠天氣決定的了 最後就靠風吹散了 吹去哪裏就誰不幸了 但是你都想到一個情況就是 你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要想到什麼防禦 所以對於你要準備運用那方 你當然要配備 你那些化學兵要配備 每一個自己方面的士兵 就要有了面罩 有了那些豬嘴 來隔這些這樣的有毒氣體 但是對於在一戰的時候 很多軍人根本未見識過什麼叫化學武器 什麼叫毒氣 就是真是慘到 只是拿一條濕布沾些水這樣就算了 這要講一些化學東西 如果你說沾些水 整條濕布這樣隔著 對於隔什麼氣體是會有用的呢 對於戒指氣可能好一點 因為相對來說戒指氣 它是溶在油的那個能力 是高於溶在水的能力的 就是說你如果沾少濕布 掩著嘴巴的話 那你的肺那裡是相對地 沒有那麼容易去聞到戒指氣 但是其實都不是很隔到 好一點點而已 還有如果你本身的皮膚 比較水份多的話 就相對於可能就是 那個戒指氣融入你的皮膚 會慢一點點 但是相反 戒指氣本身是一種油溶性的 一種溶劑來的 它溶在身體皮膚上面的 那些油的能力是很高的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戒指氣 能夠滲入皮膚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呢 陸氣它的作用呢 陸氣它溶在油的能力就低一點的 所以陸氣它主要是傷害了 人的眼、鼻、呼吸道的那些膜 於是乎就用那個陸氣 大家找一些化學的東西 一溶在水的時候 它產生的那些離子 基本上那個離子 跟漂白水是一樣的 所以你突然之間就好像 很濃到越來越高的漂白水 去醃住你身體有黏 有水分的部分 所以醃眼很辛苦 氣咳得很辛苦 就用一個這樣的形式去破壞了人的生命 但是如果兩者比較呢 我會說戒指氣那個的影響 再是連綿一點的 因為呢 它因為是油溶性關係 它進了皮膚之後呢 它可以繼續走進去人的身體組織那裡去破壞 就是說除了它破壞了你呼吸道的肺 這個器官之外呢 如果你是皮膚本身去碰到 它一路會在皮膚裡進去襲擊 譬如肌肉啊 甚至乎是去到身體裡面其他的內臟 所以那種的燒傷灼傷中毒的情況呢 都在戒指氣來講呢 可以說是全方位的 所以如果你說是中毒太深 就是那個戒指氣已經是進得到身體太多的部分呢 就真的對身體破壞了太大呢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器官衰竭的形式去殺人 所以你說看到 你問我的話 錄氣你不用 你都可以把它不是拿來做武器 拿來去做泳池消毒 用了它 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聽到錄氣是燒毀這個問題的 戒指氣呢 它放在那裡 那個結構你不動它就說它很穩定 又沒有什麼其它特別好用的用途 所以它就一直在美國存在 存在的時候 它又不是很急著去燒毀的 因為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不用 它又沒有什麼即時洩漏的危險 那我就達到我發明到很好的機器 可以完全不經人手處理完的的時候 才慢慢去做 所以你看到 美國這堆擺了70年的戒指 去到今時今日去燒毀 其實要等到它自己的那個燒毀技術很成熟 很穩定 那它才能慢慢去毀滅它 當然也要有個安全的地方去盛放它 我們看到他們都很嚴謹的 他們放棄的地方都不是隨便的 你看到都有所有的保護等等 要燒毀的時候 這個程序都要相當小心 始終它都可以是毒死人的武器 沒理由工人反過來 幾十年後會中戒指氣 毒死自己的國民 這麼搞笑的事情 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是你自己面對這種戒指氣的攻擊 你有什麼很快速的方法來保護自己 其實都真的想不到 你想一下正常人 現在這一刻 只能夠用東西蓋住自己的鼻子 那你蓋住自己的鼻子 所以很直觀覺得 立刻用水的價格 感覺是真的最正常的 那你沒有理由 要不就這樣 陳博 弄兩塊布 一塊布就蘸些油 一塊布就蘸些水 那就分兩層 會不會擋到一些呢? 你不要忘記 戒指氣不只是在呼吸裡進去 它是會在皮膚滲 所以你記住 大家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只是掩著鼻子 你是全身都要做些事情的 是的 你就會盡量 就是你減少那些事情 去接觸到你的皮膚 你要隔絕去 你是真的穿了衣服 然後就弄濕自己 就令到自己少一些機會 就是利用它那個 用水用油的能力的差異 來減慢你那個 就是這個戒指氣融入在你身體裡 就是戒指氣也不是完全不溶在水的 但是它溶在油上是有效很多的 所以你暫時寧願找些水去擋一擋住它 那就不要只是掩著鼻子了 你是最好的 你真是整身都整濕了 是的 還有在那個照護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當時要用什麼方法去解除它 因為它進了你身體裡 你只要你身體組織去慢慢分解它 其實就等於傷害到你身體 有沒有什麼可以馬上去 就是中和了它的毒性 令到減少了它那個戒指氣的分子 對你身體的損害呢 其中就是說 家用的漂白水它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你要分得很清楚 你種的那些是陸氣還是戒指氣 那如果你用一些很稀式的漂白水 來幫你去塗在那個戒指氣發作燒傷的那些位置 是相對是有一個舒緩的作用 但是你知道的 你其他皮膚健康的組織 你塗漂白水就很窄勢了 所以就只能夠很緩慢地去慢慢使用 就希望能夠去中和到一些的毒性 那這個是其中之一 其實都是一種很容易讀公讀的方法來的 所以那個的 你可以想像到那些一戰二戰的軍人 他受到戒指氣去毒害的時候 那個的治療過程是很痛苦很漫長的 是 還有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各國都措手不及的 其實死了很多人 所以其實後來大家就發現 有些防護工具 後來大家就發現豬嘴 就是我們講到這個面具 防毒面具 就是防護衣服 那些 發展到今時今日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很多的 其實現在很多現代的部隊 都是有生化核的一個保護的 那就是說如果突然間對方跟你打 生化核 其實都不怕的 也沒有說不怕的 就是第一批 第一批次接觸的都危險 但是馬上就可以做生化核 那些防護服 穿著去抵抗 我想是那個一戰 甚至乎二戰那個教訓 對人類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最好就是不要用化露 我們經常說 不要用生化核這些武器 就是最好的 幫忙在這裡旁述 就是跟大家去剪輯一下好嗎? 好 好 那我們就這集來到這裡先了 大家記得幫忙 subscribe like share這節目給其他朋友 好那我們在其他節奏 再跟大家再見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